就博士张文彬教练,我是常布宁,马上来看看这场比赛,就马上就开始了,那么先由Jojina小姐呢,把两位选手给介绍入场。 首先介绍进场的是刚刚才在准决赛第2场比赛当中出赛的郑融合。 接下来第2位选手呢,就是99年的世界杯冠军, Efren Bata Reyes。 这场比赛的主持人裁判是周基兴先生。 好,两位选手马上来比球,来决定这个先攻权。 哦,相当的接近啊,看看最后,好,这个 Efren做了一点弊。 我们看到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开始之前呢,许多观众争先恐后的入场,希望能够坐在 Efren Reyes的身后。 那么来跟他们心目当中的偶像呢,做更近一步,比较近距离的这个接触。 那郑融合呢,他32岁,年纪比 Efren Reyes要年轻一点,那么世界排名第9。 郑融合在过去的这个胜利亚洲9号球巡回赛当中呢,从来没有打进到最后的冠亚军决赛过。 至于 Efren Reyes已经是第4次打进胜利亚洲9号球巡回赛的冠亚军决赛了。 那么在前面的这三次当中呢,只要他打进去呢,几乎没有不拿到冠军的。 除了这个胜利亚洲9号球巡回赛有相当出色的成绩之外,刚才我们提到的,他是99年的世界杯冠军。 另外呢,还有呢,2001到02的世界花式撞球联赛的冠军。 8号球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公认打的最好的8号球选手。 那么刚才在画面下方出现的分别是郑融合在第一轮第二轮,以及在八强以及准决赛的成绩。 八强赛事当中他是9比3淘汰了Gabika,在准决赛当中呢是11比7,刚刚才打赢了来自于泰国的选手Chachawa。 至于FN Reyes呢,第一轮9比5打败了阿威,第二轮呢是9比6打败了Cortezza。 第三轮的比赛,普兴硬碰到FN Reyes4比9输给他,Warren Keyamco是4比11输给了FN Reyes。 好,刚刚这个长主播提到这个FN Reyes只要打进这个胜利盃的这个决赛啊,这个没有没有不拿到冠军的,这个是不是在暗示观众什么意思? 其实呢,我想这场比赛呢,刚才FN Reyes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我跟教练都觉得他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口是心扉,他说郑融合在准决赛里面打得不错,是真的吗? 不过我想这个,这个我想电视前面的观众可能也,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这个猜测的味道啊,这个大概已经猜出来了。 不过,球是圆的啊,所以说,最后会发生什么状况还是很难讲。 是,起码郑融合第一次的冲球冲出了一个蛮好的球星。 而且,这第一颗球也打得蛮漂亮的啊,一个右赛推杆,做到了二号球。 啊,中干要弹出来啊,好,变成一个远球啊,其实刚刚那个那个二号球我个人认为是用拉杆的方式是比较理想一点。 好,还好没什么问题。 好,右赛两颗星,做到了七号球。 好,有点角度,所以说,这个九号球,这个有可能会做同一个带。 好,相当好的一个开始啊,我们看到,哎,这个郑融合好像,这个碰到了FNLACE,好像这个斗志突然起来了啊。 这是一个好现象。 好现象,对。 其实,当然,我想在前面一场准决赛当中,郑融合的表现呢,应该不是他一般的一个水准的表现。 假如他能够把他的实力完全发挥出来,这场关亚军决赛的精彩程度呢,是非常可以被期待。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右赛推杆啊,打得相当漂亮。 好,现场的话,这个现在也是集满的观众了啊。 对,这个争赌一下这个冠亚军选手的一个风采。 当然,这个目光的焦点还是放在目前镜头的这一位,魔术师。 活生生的传奇人物。 对,好,魔术师这场比赛的第一次上场,那么看看表现怎么样。 好,冲球也是有球尽,看看一号球的位置。 好,像二号球在下方的中间。 好,那么在这边呢,啊,稍微透露一下,Airframe所用的冲干啊,因为我们提到过了他的打干。 那么他的冲干是台湾做的啊,这个跟各位电视前面的观众透露一下。 哎,拉过头了啊,拉过头了,太近了啊,稍微拉得太用力了,拉过头了,哎,再比划一下。 那么看看这个球有没有办法包球啊,这个好,如果要薄的话,好像很薄很薄的样子啊,因为最早的原因是母球跟这个二号球太靠近了啊。 所以说一开始就产生了一个做球失误。 好,那么现在看看有没有办法包啊,要不然的话就要做安全球。 这个母球,薄球一定会乱跑啊,这个看看会不会,好,做个安全球。 哦,这个安全球真是厉害啊,虽然说做球做得不好,不过这个防守的这个力道倒是马上就调整过来。 好,再看一次啊,这个一个拉杆啊,拉杆右晒。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这个Airframe他刚刚所使用的冲干啊,这个是冲跳杆啊,是台湾做的啊。 啊,那么他的这个肝头啊,他的肝头的这个仙角跟皮头是一体的啊。 换句话说,他那个头并不是皮做,不是牛皮做的啊,而是,而是跟整个这个仙角是一体的啊,是这个垫木的材料啊,这个是最近几年来啊,这个新科技的一个产物。 那教练像这种材料所制造出来的冲干,是不是在这个冲球的时候能够帮选手能够有更大,更好的一个效果。 这个见名见字啊,当然有,可能某些选手适合这种球干啊,某些选手可能就不大合适啊,这个可能要看选手的这个,这个本身的这个冲球的力道来决定啊。 啊,因为一般来讲,像你这种皮头的话是比较硬啊,因为它根本就是垫木做的皮头啊,所以这种这种皮头只适合用来冲球或者是跳球啊,那当然它在,你说用来打击那是不大可能。 这种皮头只适合的这个跳球,给了FM Reyes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好,两颗星回来,力道要够。 哦,就正好够。 相当的惊险。 好,蛮直的啊,这个看看是不是打个片带拉出来。 或者是说打整颗球直接拉干啊,但是打整颗球直接拉干啊,可能会去碰到7号球啊,所以说这个FM这个球稍微考虑一下,要怎么做球。 好,打个片带啊,这个这个,这个从旁边拉出来。 哦,这个又,这个,这个,又晒推干啊,三颗星。 那为什么不直接拉杆 当然了 这个非常明显 这个9号球挡住了 这个拉杆一颗星的路线 是不是太直了 9号球 还有角度 这个推杆一颗星 做到同一个带 轻轻松松的打进 很快的两位选手 进行了两局的比赛之后呢 目前是1比1战时平手 我们进门广告就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我们为您带来现场直播的 胜利亚洲9号球巡回赛 台北战的比赛 这是卫士体育台 两位选手目前呢 1比1战时形成平手 郑融合在单数局冲球 好 冲球我们看了 8号球进了 1号球滚到了底带口 哇 相当的漂亮 而且2号球也在 另外这个 长台边的底带口 好 相当理想的冲球 下点左赛 这一颗星 我们不晓得 他直接走了一颗星 好 打薄球 然后 直接弹回来 好像太靠近台边了啊 这个看看4号球 有没有办法做到中带 或者是说来做上方的底带 好 做到了左边的中带 好 6号球 这个看看决定要怎么做球啊 这个如果要做组合球的话 当然了 5号球可以做直一点 如果说要6号 6号球要做直接进带的话啊 好 这个5号球的角度 就像现在这样子啊 做大一点 然后呢 让这个母球一颗星横抬 6号球同一个带 好 稍微抬高杆尾 来 母球怎么右 我跑到台边去 好 再推干一颗星 回来 来 这阵容盒 到目前为止表现都还蛮不错啊 对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跟前面那场的阵容盒完全不一样 好 如果说照这样子好好的 这个把握下去的话啊 这个有机会啊 这个打败A4 来欣赏一下刚才这局比赛当中的几个精彩的慢动作重播 这场比赛呢 虽然才进行了三局 不过在前三局当中 正融合有两次的冲球机会 这场比赛的冲球虽然在同一张球桌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 诶 奇怪 现在冲球就比前面冲球要顺利的多了 对 不过这个我想跟裁判的排球也有关系啊 这个我记得在这个第一场的这个准决赛啊 也是由这个周基辛先生来执法啊 那么在那场比赛的冲球也是冲的蛮顺利的啊 这两位选手 所以说我想这个多了少少啊 每一位选手的每一位裁判的排球多了少少都有点不同啊 当然这种不同不是说从肉眼可以看得出来啊 是一个每个彼此球之间的那个微小的缝隙 这个这个这个是肉眼是无法观察到的 是 好 FN的冲球啊 我们看到也是一号球进了 然后三号球也进了啊 但是二号球角度蛮大的 那么四号球在球台的下方 所以说这个球啊 这个抬高杆尾 中杆一颗星 哦 他还下了右赛 哇 哈哈 下了右赛 好 那么现在这个球有点角度啊 五号球在左边 换句话说这个球有可能要绕球台啊 下左赛啊 绕球台 好 绕球台回来 哎 有点过头了 有点过头了 角度稍微大了一点点 好 不过我想这个对FN来讲应该不是难题啊 好 这个右赛拉杆 母球过中带 好 母球过了中带啊 这种右赛拉杆 这个对这种菲律宾选手来讲啊 这都是他们的专场 当然像刚刚那种球啊 这个对很多这个初学者来讲啊 如果说你的拉杆不够犀利的话 当然了 这个母球有可能就 往这个中带直直的跑去 哦 很顺 两位学手前面四局打得都很顺 对 2比2平手呢 我想也是 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待会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回到由壮球博士张文敏教练和常复宁 一起为您带来的胜利亚洲九号球巡回赛 卫视体育台的独家现场直播 最后冠亚军决赛呢 目前重球的是韩国选手郑荣和 好 那么阵容和到目前为止表现得相当不错啊 大家看看这种情形有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好 我们看到 哇 冲球进了蛮多颗的 这次母球跑得稍微远了一点 对 控制的不大理想啊 这次冲进了两颗球 一号球形成一个远球 近代的球是三号跟八号啊 哇 这还非常难打啊 非常难打 结果打得太薄了 诶 欣赏了一个幸运的吊球 嗯 运气很好 诶 好 看看Airframe解球 好 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个为什么会形成吊球啊 相当幸运的一个吊球 好 可能要解三颗星啊 一 二 三 哎哟 哇 所有的观众 魔术师 亲眼目睹魔术的发生 为什么人家叫魔术师 请你们看一看 哇 你看看 四颗星解禁 这种球阵容和也没话讲啊 哎 哎呀 太近了啊 四号球太近了 哇 这观众还在兴奋之中 哈哈哈哈 哇 这个保中袋 很难保哦 要保吗 刚刚这个四颗星解禁 我想是今天的机场比赛当中 最精彩的一个球 哦 好球 但是母球 哎呀 碰到了六号球 不大理想 好 看看这个球 要不要来吊球啊 像这个球就蛮好吊球的了 可以考虑用这个 六 六号跟七号来吊球 好 再看一次啊 这个FM下了很强的赛 右赛啊 就是为了让这个母球 闪过这个四号球 好 看看是不是吊球 保底带的话啊 哇 这个 哇 真的要保底带 太薄了啊 太薄了 所以我是认为他这个球 是不是打掉球 是不是比较理想一点 拼得太凶了 再来看看 哎 打得太薄了啊 嗯 好 这阵容和这个球 可以拉钢回来做中带啊 好 拉钢回来做中带 角度蛮大的啊 那三颗星回来 回到球台中央来做七号球的抵袋 相当好的一个机会啊 来破发球局 看看力量够不够 没什么问题 对 好 简单的拉钢横台啊 这个球不需要下赛啊 这拉钢就好了 好 球 好 阵容和呢 掌握住了这个难能可贵的机会 3比2 有一局的领先优势 刚才这个四颗星解球 真的值得大家一再的回味 这也难怪呢 在现今呢 有很多 你自己已经是职业球员的选手 那么在他们的这个偶像栏里面呢 仍然是写着Evan Reyes的名字 对 在我过去的这个十几年来啊 这个Evan的这种解球近代啊 这个我自己本人就亲眼看了好几次 再来看一下 四颗星还闪过了七号球 对 但是毕竟啊 这个年纪五十岁了啊 这个像角度比较大的球的这种包球啊 这个多多少少 这个准度上还是会打这个打点折扣 所以现在对Evan来讲是蛮可惜的啊 这个本来是一次很好的这个破发球局的机会啊 但是很可惜 底带打得不够准 所以现在变成说 郑融合还是保住了他自己发球局 对 下一局的比赛要由Evan Reyes来冲球 裁判呢正在很仔细的把这个球给排好 我们看到了就今天呢 小姐呢 带我们到了淡水这个渔人码头 这边来逛逛 这里呢 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观光景点了 好球已经排好了 那么现在来看看魔术师的冲球 母球控制的不错 一号球进了 看看二号球的位置 好像有点困难啊 这个薄中带的话 角度又太大 薄体带的角度也太大 然后看一号球进了 六号球也进了 看看仔细看一下这个八号也进了 好 中带还没问题 可以包 下了一点点的右晒 我们从这个母球的走向啊 下了一点的右晒 然后定干就可以做到四号球 五号球就在右下角啊 这个球形非常简单 一个中干啊 这个让母球横移 来缩短距离 稍微拉过头了 稍微拉过头了 七号球角度稍微大了 不过没问题 拉干横台 九号球打进 双方一来一往的拉锯战 目前还在持续进行 三比三战时命手 的确看来郑融合在前面一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没有想到 这场比赛 现在前六局 大家居然打了个平手 三比三 对 这个表现相当不错啊 郑融合 有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好 冲球冲得非常的准啊 但是这一次 没有球进了 哎呀 嘿嘿 上脑筋 好 但是这个球要做二号球 不大好做球啊 甚至还可以说是蛮困难的 那么当然有可能一号球打进之后啊 这个二号球来打个吊球 哦 中竿想要移 移过来 哦 打得非常的用力啊 但是 已经是 这个 紧绷啊 这个 想要再多移一点 已经非常困难了 好 看看有没有办法保球 还是说要来调球啊 他们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就来打个调球 角度很大 还没有下定决心的样子 对 这个角度很大啊 这个要拼这个球 要稍微考虑一下 时间已经快到了 好 是不是拉杆要掉球呢 好 好 顺便想要进九号球 哇想进九号球 差一点点啊 拉杆稍微拉多了一点点 好 看看有没有掉球 二号球 是不是可以直接看得到 对 我们这样看看不出来啊 好像可以打得到的样子 好 可以保球啊 保底带 好 保近 这阵容和相当好的机会啊 可以走捷径了 对 这样子一来的话 这一局如果拿下的话啊 哎 不过这一局还是正融合的发球局啊 对 对 对 还是保住 没问题 这个组合球 九号球进了 三号球也进了 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啊 虽然说这个Aframe有获得机会啊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破 所以双方的你来我往七局结束之后 四比三 我们今天用广告 各位观众朋友们请您稍微休息一会儿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 这场精彩的比赛呢 那么目前双方呢 是形成了四比三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选手们也在这个比赛的现场来欣赏 这个Aframe Reyes跟正融合的这个冠亚军决战 不过刚才聊 在这个广告时间跟教练聊了一下 这四颗新解球镜大概是 这几天我们转播台北战的比赛也来看了最精彩的一个场合 5月底29个30号举行 除了刚才这个四颗新解禁之外呢 不晓得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台北战的比赛里面 好像还没有哪一位选手冲球9号进过 好像还没有 在我们转播内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好 一号球进了 四号球进了 看看二号球的位置 好 抵带了大枪子啊 我们看进了三颗球啊 一四七 给大家的大枪子打进 哇 非常简单的球形 几乎没什么好多加思考的 对 好 非常简单的球形啊 这个我想每个人看了都知道怎么打 所以一次好的冲球啊 这个让FM保住自己的发球局 但是很可惜啊 这个到目前为止 两次的击 两次的破发球局的机会啊 都没有办法达成 所以一下子呢 又形成了四比四的胶着状况 所以这场比赛 假如是真的 你一局我一局 这样子往下打的话 当然正如和先冲球 就可以先完成十一局比赛 这个理论上是如此 那么就在裁判排球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Georgina小姐 现在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参观一下 那么在台北的这个商圈当中呢 新门商圈呢 可以说是在 近几年呢 可以说是受到大家普遍的一个欢迎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新门商圈是充满了这种年轻的朝气 还有活力 Georgina也说呢 等一下呢 要去买点少女的东西来玩玩用用 不过我不晓得他到底有什么展获 待会可以问问看他 好 我相信很多观众都蛮有兴趣的啊 想知道 那么待会请这个场主播 让所有的观众满意一下 好 正如和的冲球 母球这次跑 跑到了底带前面一号球 哎呦 母球落袋的话就惨了 呵呵 好 这个球 当然是 应该是没有办法进攻了啊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子来做安全球 对 这有点伤老金了 哇 这个安全球不大好做哦 好 保球看看有没有办法啊 母球从这个五号跟八号的中间啊 穿出去 然后又赛 赛到右下角来啊 哇 这个球很伤老金哦 这个球要不然的话就先打个push打到旁边去 好 好 选择剁肝啊 好 哎 这个剁肝剁得还不错啊 漂亮 嗯 蛮好的防守 对 剁得漂亮 但那这个剁肝的最大的用意就是 等于类似这个 刹车球啊 哇 让这个母球不要跑太远 好 FM下左赛解球 躲干解球 解到 二号球 哎哟 哇 这老是在变魔术 怎么搞的 哈哈哈哈 真如何念念有词 无可奈何 哇 这样子一来啊 这个第三次的一个破发球局的机会啊 看看 看看这次FM有没有办法好好把握 好 再看一次 这三颗球的组合球 前面呢 双方各自保有了四局的冲球局 现在恐怕这种和有机会要破功了 对 哇 到底要怎么样才守得住FMAS 哈哈哈哈 让这个母球跟这个这个障碍球连着啊 哈哈 可能就无计可施了 好 前面的两次破发球局都没有破成啊 那么这一次看来 应该是有这个机会了 还在摇头 真如何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然啦 这个话说回来啊 这个阵容 也这个像 这种状况也不能够怪阵容和啊 像刚刚他那个安全球已经做的蛮漂亮的啊 而且话说回来啊 刚刚那种状况 这可以说是 这种状况可以说是 我们转播了那么久 很少碰到这种状况啊 这种状况可以说非常不好处理的一种状况 是 第一次破冲球局成功 Evan Reyes现在的道义5比4领先 而且下一局呢 将会轮到Evan Reyes来冲球 好 那么这刚刚在广告时间呢 我已经请问了Georgina小姐 到底她到西门町有什么斩获呢 那么她告诉我说呢 她到西门町呢 买了几件漂亮的T恤 有机会呢 再请Georgina小姐穿给大家来看一看 好 这个 哎 哎呦 哇 冲球冲得不错啊 好 冲得相当的不错 一号球进了 二号球形成一个chance 好 这样子以来的话啊 这个破了一次的罚球局 当然对Evan Reyes来讲这个是信心十足了啊 的确 她当然所等待的也是这么 这么一次难得的一个机会 不过我相信 郑融合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呢 就气馁 因为他前面四局的比赛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好 哎 相当不错啊 好 这个 这个 7号球又下来 里头可不可以过 看看这个 FM这球怎么打 好 推杆出去 哦 角度做那么大 很有把握啊 来做个薄球 好 拉杆横抬 8号 9号做都很简单 换左手好 好 9号球打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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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 第一次打进冠亚军决赛的阵容和 在冠亚军决赛里面的对手是 Evan Reyes 这位魔术师 其实呢 他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对 但问题就是说 这个对手太强 对 这是他唯一烦恼的地方 好 当然了 这种和这个 如果说继续保住滑球局的话 当然还是有机会可以等待 这个Afriend的这个失误 好 一号球冲进了 五号球也进了 但是二号球啊 我的位置不大理想啊 这个 一个中长距离 大角度 的包球 角度 角度非常的大 蛮蛮准的 但是母球 哎呀 碰到了九号球啊 碰到了九号球近代 他这个球应该啊 这个应该稍微中干一点点啊 这个走小脚啊 我们冲看一次啊 应该稍微啊 应该稍微啊 这个这个中干一点点 再再靠近小脚 不要去碰到这个九号球 那现在有自由球的机会 然后八号球九号球黏在一起 对 这个这个当然 Afriend要想办法来解决啊 我们看他 好 我们看他可能啊 是不是这个呆火啊 这个九号球有一个开轮打击的机会啊 还是说啊 还是说他打着呆火八号球 要来调球的一个算盘 先把四号的中带打进 当然这个八号球 如果要调球的话啊 这个母球 走到下面啊 这个就可以有机会调球 可能要加干气了 好 做了一个大角度的球 好 有可能真的要来打一个 这个这个开轮打击啊 母球碰八号球 然后把九号球打进 好 过来没错 好 有漂亮的开轮打击 对于在 七局比赛以后的这几局比赛呢 我们看到FM Race连续掌握了好几次机会 稍后也把双方的局数拉开 今天的体育迷们相当的有眼福啊 看完了这场比赛之后呢 稍后七点钟 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F1大赛 那么西班牙战的比赛呢 在巴塞隆纳进行 Live的时间呢 从香港时间七点钟开始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正如和刚才的这个进攻的时候呢 运气非常的不好 母球碰到九号球的薄球落袋 洗澡 现在轮到FM Race的冲球 这一下子有可能 把双方局数拉到四局的差距 好 又有球进了 我们看七号球进了 一号球又是个大抢死 哇 看样子这个比赛可能 会比预期的 所想的要更快来结束 今天大家的冲球真是无往不利啊 对 好 推干一颗星上来 做同一个弹 哦 下了右赛 好 这个下右赛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啊 他可能要走两颗星 走到三号球的右边 所以故意做成了这么一个角度 好 两颗星下来啊 走到三号球的右边 力量够不够呢 太轻了 哎呀 太轻了啊 好 看看要不要来拼九号球啊 这个是一个 又是一个开轮打击啊 但是这个开轮打击 比前面的开轮打击要拦得多了 是的 或者说三号球要直接保球啊 哎 这个保进了说并九号球也进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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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必须的作用 哇 但是 四号球 哇 这个A分的舌头蛮长的 再来看一下啊 三号球停了多久呢 哇 呵呵呵呵 好 哎 要来灌 想要把九号球灌进啊 哦 还是说想把母球 躲到这个后面去 好 哇 哇 借九号镜 这怎么可能呢 这到底是他的本意呢 还是幸运的进球 我想 我想有可能是想进九号球 我在想可能是想进九号球 但是 碰错边了 哇 这能够看得脱我脑脏 今天好像是 魔术师的表演赛一样 对 好 看看 这个球啊 没有带 包另外一边 哎呀 放枪死了 哎 说不定 说不定黑球会掉球哦 跑出来了 跑出来了啊 哦 这样子 终于有机会上场了 被打得头和脑脏 好 这个球 推杆啊 这个推杆 直接啊 这个两颗星到三颗星 直接推到六号球的上面 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看啊 简单的推杆 推到六号球的上面 好 这样子一来啊 这个阵容和好不容易 这个破了一次 这个A分的发球局 真是好不容易 假如这个时候呢 双方是5比5平手 然后他破了对手发球局的话 我想对他的鼓舞来说会更大 5比7 正如和战时落后给魔术师 Evran Reyes 从小睡在撞球球台上面 连做梦都会梦到撞球的 这个传奇人物 真的今天让我们见识到很多 不可思议的地方 当然不包括这球在内 因为这球觉得 最后呢 当然一个动力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况底下 再配合上地吸引力的作用 也就是三号球就落袋了 好 那么现在这种和 当然要想办法啊 保住球局 好 有球进了 一号球 看看会不会停在带口 进带的球是 三号球 三号球直接进带 一号球 一号球看来还可以薄球的样子 非常的薄啊 好 横台两颗星 走三颗星就不妙了啊 走三颗星就不妙了啊 这两颗星是刚刚好了 走三颗星 走这个走到第三颗星就不妙了 这力道的控制啊 这个判断错误 看看怎么样来防守吧 把球啊 这个 让母球 走到另外一边 哎呦 力道不错呢 一百分的力道 啊 力道非常好 好吧 左赛剁干 母球回来了 啊 左赛稍微剁过头了啊 好 我们看啊 这剁过头了 好 二号球打进了 下个目标球是四号 好 角度应该稍微再摆大一点点啊 这个让这个母球走到四号球的上面啊 这个 中干 上去 哦 角度会不会太大了 角度太大的话 推干啊 这可能要推到五号球的右边了 好 打个刹车球 现在变成了一个大角度的包球 好 母球直抬 两颗星 可能要走两颗星了 因为这球太薄了 好 两颗星弹出来 做到中带 剩下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哎 非常简单啊 好 好 下了一点点的右赛 推干一颗星上去 好 保住了自己的球局 啊 当然了 现在正能和所需要的就是另外一次的机会 因为两位选手现在呢又回到仅仅只有一局的差距 6比7 正能和在这场比赛当中保持高度的斗志跟竞争力 我们进展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留在我们的频道 后面上您看到的就是ESPN Starsport台湾区的董事总经理 孙淑芳小姐 FN Reyes的冲球 今天这场比赛仍然是由我们的撞球博士张文炳教练 以及我常复林一起为您带来的冲球有球进 1号球进了中带 好 看看这个2号球的位置 有没有办法直接来进攻 好 我们看到这个2号球的位置好像不打理想啊 这个薄中带太冒险了 当然了啊 这个球有可能来打个掉球 好 好 打个安全球 我想应该是没有掉到 好 没有掉到啊 那这个球 诶 会不会来动歪脑筋 279 用力大 机会多 当然看看这个2号球能够打到多少啊 这个2号球以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 2号球可能要打到整颗球啊 这个7号球才会往9号球的方向来跑 好 申请一张时间 因为这种球很不好判断 为什么呢啊 因为 因为这个母球靠近台边啊 换句话说 这个选手没有办法看到这个 这个球的两边 母球的两边啊 所以说这种球对选手来讲是一个盲点 哦 有这个意图啊 2号球进了 漂亮 哈哈哈哈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灌进的 好 要不要 好 先看一次发生了什么事情 灌底带 哦 非常的准啊 好 我们要这个看看这个 要不要来打一个 三八组合球 三八组合球 三八组合球打进 哇 哇 这一局如果阵容和这个破回来的话啊 这个两位选手等于说是又回到了起跑点 对 所以换句话说之前啊 这个AFM破了两次的这个郑荣华的发球局 现在郑荣华也有也有机会啊 破两次回来 六号球做中带啊 千万不要太直啊 那如果两位选手形成七比七平手的话 第十五局将是由郑荣华开始冲球 又回到对郑荣华比较有利的局面 对没错 哇 跑好远 对今天的这个这个比赛的这种情形倒是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啊 这没想到郑荣华在这场比赛表现得相当的好 对 几乎可以说今天这场比赛从一开始第一局达到现在第十四局 郑荣华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失误 对没有错啊 这前面的前面的这个放枪是可以说 我们只能可以讲说是对手太强啊 这个这个你说重大的这个过失啊 这种盒完全都没有到目前为止都完全还没有放这个放下什么过失出来 好 再看这个灌球啊 这个 冠军这一球啊 他可以跟FM讲说摩斯斯换我来做做看 哈哈哈 倒是这些菲律宾的FLVS的球迷朋友们现在开始稍微有点紧张了 对 回到了气泡点好在郑荣华的冲球 哎呀母球 哦没控制好看看一号球哎 太可惜了 非常可惜啊这一球如果说母球控制好的话的一号球就就可以变成大枪死了 近代的是四号球还有六号球 好要拼吗哦这个大角度的球大角度中长距离的这个薄球 然后母球拉杆的话碰到五号球 有没有办法回来呢哦 非常的困难 好我们看他抬高杆尾啊打拉杆 哎呀好球但是母球没有拉回来 二号球有没有办法把中带呢 哦这球打得够准 好看看开始空心哎哦 好但是这个球没有办法拉回来的话当然了啊这个二号球就很难打了 看看有没有办法包进哦 哦打得很薄看看 碰了一下三号哎 呵呵呵呵 指挥一下 呵呵 用巧克指挥 再看一次 好那么现在三号球又是一个大角度的球啊 不过五号球在带口啊 所以说在做球方面是比较不用那么伤老金 所以现在只要顾及三号球的准度 哎呦会不会太用力了 会不会太用力了 会不会太用力了 哎呀太用力了 太用力了 嘿嘿嘿 很喜欢拿巧克敲桌子 嗯哼 好要不要保球呢 大角度的保球 母球哇这个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走两这个支台走两颗星 保球进好哎没问题母球再弹上来看看位置怎么样 好哇这个球 哇这拉杆的力道很重要啊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拉杆要拉到黑球的右边了啊 所以说这个力道非常重要 所以说这个力道非常重要 好拉杆 哎这个力道非常的好 好推杆一颗星出来 哇好球啊 这局的球真的是 对 可以看得出来 郑融合呢今天能够打到冠军决赛也绝非偶然 对 好球 郑融合取得了领先 非常辛苦的领先 但是呢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了 到底FNS能不能够返回劣势呢 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胜利亚洲九号球巡回赛台北战的现场直播 啊现在FNS压力来了啊 好从球 一号球停在带口 哇 又是进三颗球 然后 二号球在中带的前面 哇 这冲球冲得相当的理想啊 嗯 好 那么现在看看这个 四号做五号了啊 这个是不是来个走个捷径啊 好 保一号球 然后选择了右赛两颗星出来 小心不要掉球啊 这个掉球的话就完了 哈哈哈哈哈哈 嗯 这是FNS的 啊 掉球的话就完了啊 啊 这样子一来 搞不好 郑融合真的拿到冠军了哦 哇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球 再怎么变魔术都很难了啊 解到是不成问题的啊 要解尽 很难 好 解到 诶 不会吧 哇 哇 哈哈哈哈 哈哈 太恐怖了 这个有点离谱啊 我是觉得有点离谱 再看看 哈哈 这个球有点离谱 这个这个球我不相信他 他真的想解禁 好 不过4号球的保球 看看准不准 哇 真的是势在比的 哇 FM 哈哈哈哈 这个 郑融合也点头 哈哈哈哈 我想他现在斗志也相当高啊 哇 哇 这个只能怎么讲啊 这个阵容和阵容和 心里面只能够想说这个对球 小凶 哈哈哈哈 太厉害 哈哈 这些阵容和今天已经打得相当的不错了啊 但是哇 FM今天的这个也不晓得是手气还是什么 我觉得呢 教练这场比赛给我有一种感觉 哎 在胡志明市 FM Reyes 跟赵峰帮 真关亚军之后的一场 大概是最精彩的关亚军决赛 哎 当然香港战的这个 来自于台湾的两位选手 夏威凯跟 杨青顺的关亚军决赛也非常精彩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 讲不出来好像有一种魔力 一直吸引着大家 对 看看这个解球 二号球进来会解禁 我会想 这任何人都不敢相信啊 这种球会接近 赛前呢 当然不管我们跟教练怎么开玩笑说 FM Reyes在偷笑也好 或是 看了前面一场比赛 觉得这场比赛 可能他拿冠军还是蛮有希望的 这种说法也好 不过想比赛进行到现在8比8 FM Reyes绝对不敢小看阵容盒 对 好 阵容盒的冲球 还是蛮不错的 一号球进了 看看二号球的位置 好 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还是勉强可以来进攻 看一号球跟六号球进了啊 这个二号球的位置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 还可以来进攻 来看二号球怎么处理 可能有可能会保底带啊 拼了 相当需要准备的一个球空心打进 哎 不错 好球啊 哇 这样子一来的话啊 这个 这个对FM来讲真的是比较不利啊 因为他毕竟是 这个 这个 哼哼 比球输的人 教练您会不会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阵容盒 跟在前面一场 准决赛的阵容盒是不一样的 差很多啊 差非常多 节奏方面我觉得这场比赛阵容盒的节奏比较好 对 好 这个五号球的角度比较大了啊 我们看看一下刚刚这个二号球打得蛮准的 好 拉干两颗星回到球台中央 轻轻轻的包进打了一个刹车球 八号球九号球做同一个蛋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啊 虽然说A-FM的几个球打得很漂亮 可是这种和他在自己的发球区对我稳健的表现啊 所以说如果说这样下去他拿到冠军 那当然也不是意外中的事情 是 这场观众 这场比赛的现场观众也好 或是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们也好 都欣赏了一场相当高水准的比赛 好 我们看到的是Georgina小姐呢 好 这一次呢 带我们来到了香火非常鼎盛的龙山寺 这就是寺庙的建筑呢 可以说是古色古香 那么从这个清朝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建筑 那么在台北市当中呢 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地标景观 And here's a bit that I like a lot too This is a simple and pleasant waterfall brimming with a lot of very large carp in there Now this is at the entrance of Longshan Temple to greet you and perhaps remind you no matter what your religion of the many blessings and beauty in your life FM Reyes 全身贯注 对他现在也是 啊 这个应该是蛮压力很重啊 这个对手也是 这个 拼命的跑在前面 在后面追赛很辛苦的 对 没想到第一次打进冠亚军决赛就有这么出色的表现 对相当不简单啊 真融合 即便是被FM Reyes破掉他的冲球局 他还是能够想办法找回来 对而且还是两次啊 被破两次 但是马上就破两次回来 非常的不容易 母球 有点危险 哇 听到的带口去了 八号球过来捣蛋 这个 这个对FM相当不利的啊 这个球对FM相当不利 好 看看是不是打个push啊 这个把黑球 这个轻轻的打到黑球的左边啊 这换句话说这个黑球的上面啊 哦 我这个球还好母球没落袋啊 这个万一落袋的话 那但是 就 可以说啊 这个江山去了一半了 现在把母球放到这个位置上 好 看看力道了啊 这球的力道的控制 利用七号球来调球 力道的控制 好球啊 好球啊 这力道的控制 好 一颗星解球啊 这个 会被打拉杆 好 打拉杆 回来 差一点形成反吊球 留下了一个远球 对 母球贴的台边啊 所以说这个球要进攻 当然了啊 这个没办法打拉杆了 好 看看有没有办法打进啊 母球 可能会推到这个五号球的旁边 然后呢 当然了这个二号球就来拼底带了 好 好球 相当的准啊 嗯 好 二号球 诶 还可以来保中袋啊 这个球还可以来保中袋 当然了 这个如果说母球跑得不太远的话啊 一颗星弹回来 可以做到三号球另外一片中袋 好 这球拿下来的话啊 我想这个郑融合拿到冠军的机会就大争了啊 因为下一局呢 因为下一局呢 又是郑融合的冲球局 对 到目前为止他的冲球都相当的不错啊 好 推杆下来 这个贴住台边都没有关系啊 贴住右边的台边都没关系 好 哎呀太多了啊 力量太大了 好 不过 还好还可以 两颗星回去 右赛中端 两颗星回去 哦 郑融合如果打败FM Race的话 这个倒是一个大新闻啊 是 震撼撞球坛 哈哈 可以用这几个字来形容 震撼撞球坛 真的可以用这几个字来形容了 我在想郑融合以前大概也没想到过 自己会有 对 打败FM Race的时候 而且是在冠亚军决赛 对 其实FM今天表现相当的漂亮啊 但是 但是很可惜啊 这个几个关键的球啊 最主要当然还是他自己本身年纪稍微有点大了啊 这个整路方面是并不是很理想 哇 听牌了 10比8 郑融合领先哦 到我们的广告时间 各位观众朋友们 千万不要走开 更精彩的比赛还在后头 所以说啊 球真的是圆的 对 好 看看郑融合这一次的冲球了啊 这个 这个 还好我没有戴眼镜 要不然眼镜碎片也麻烦教练的自己剪一剪 这个我想 不过 不过我想这个不 不只是我了啊 我想 我想每个人 哎 说不定 还有得拖哦 不过我想 如果说万一这如何赢的话 我想 每个人的眼睛都会 都会破掉 先来看看这一号球 好 今天郑融合啊 如果说赢了这场比赛的话啊 在这场比赛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啊 就是稳 对啊 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稳 该拿的都拿下来 好 虽然说 虽然说没有像 FM那种奇迹式的表现啊 但是只要稳 当然都有机会啊 是 就像 就像去年的这个世界杯冠军啊 这个 这个德国的Hermann一样啊 就是 只有一个字形容 就是稳 就是稳 该拿的拿下来啊 那这个其他的就是 当然这个靠天命 哈哈 好 冲球球进 但是一号球非常的困难 尝试进攻比带 没进 看看 有没有掉球呢 没有 FM 还有一线生机 我们看啊 这个球 哇 这个 这个 阵容和 拔不得忙 就拿冠军 哈哈哈哈 好 底带 推杆 做到二号球 好 看看 两颗星 或者是 这个我想应该是走两颗星啊 下一点点的左赛 好 直接走一颗星啊 拉杆回去 三号球左上脚底带 哇 这融合 教练您觉得这融合这一号球 会不会拼得稍微凶了点 呃 当然最主要还是看自己的这个这个信心度了啊 因为如果说他自己认为说这个安全球不好做的话啊 可能在安全球方面斗不过这个 这个FM race的话 当然了这个拼却也并不是说没有道理啊 因为毕竟如果说拼进的话 我冠军就到手了啊 这个当然也是也是堵住的一种啊 这个当然也是也是堵住的一种啊 是 好 好 有点直啊 好 拉杆出来 好 再一个拉杆横抬 好 好 选择了推杆 两颗星弹出来 做到了远方的底带 远方的底带打进 下一局呢 是FM race来冲球了 对 所以现在啊 这个是我相信这个不只是现场观众啊 这个所有电影前面的观众现在都是非常的紧张了 对 到底这个 这个 这两位选手谁会拿冠军 到现在为止都还很难猜测啊 最起码现在很难猜 不仅是现场的观众 包括我跟教练 我们两个人也都很紧张 那我想啊 最 可能最紧张的人就是这个 这个有下注给这个FM的人啊 可能是现在最紧张 哈哈哈 我想这场比赛是 在我这个转播 九号球比赛这个短短的几年当中 看过郑文和打过最好的一场比赛 对 真的打得非常精彩啊 对 真的打得非常精彩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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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看看FM Reyes的冲球也是 对 非常重要啊 对 冲不好就完了 好 一号球进了 看看二号球的位置 是有可能会掉球 没有 有可能会掉球 新城的chance 哇 哈哈 要打最后一局耶 喔 有可能喔 太精彩了 喔 這FM今天的冲球也是非常的理想啊 好 好 好 這盘球的關鍵啊 這個可能觀眾已經看出來了啊 這個六號做七號是個關鍵 好 好 保近一顆星彈上來 來 那麼看現在看看五號球的做球了 好 拉杆回去 一個右塞 拉杆 拉杆 好 五號球的抵袋 好 拉杆橫台 來 好 六號做七號 這盘球的一個關鍵 母球踢了台邊 好 正融合 看看 期待FM發生意外 好 沒有意外 還是打進 好 九號球打進 哇 真是非常精彩的一場比賽 雙方呢 雙方呢 現在形成了十比十的平手 那麼呢 根據這個大會的規定呢 在這個 雙方十比十平手的情況底下呢 是要來搶十三局 所以 比賽的長度呢 恐怕要比我們預期的 要更加長一點 也就是說呢 觀眾朋友們更有眼福 欣賞到這一系列的精彩的比賽 好 我們看到在畫面上呢 也出現了這個 搶十三局的這個圖表 也就是說呢 在雙方十比十平手的情況底下 你一定要贏對手兩局 才可以 好 好 那麼現在輪到了這個 鄭榮和的衝球 看看有沒有辦法繼續保住發球局 母球危險 喔 一號球的位置不大理想 進了兩顆球 我們看進的是三號跟八號進了 要不要灌中袋 所以假如鄭榮和能夠在這一局當中獲勝 下一局又獲勝的話 當然就可以 對 取得冠軍的頭銜 那麼假如說不行的話 最高呢 也就是說最長的局數呢 就是搶十三局 十三局而已 要跟大家來做個解釋跟說明 好 是不是考慮要來灌中袋呢 還是說把這個 兩顆球 分散到球台的兩邊 選擇的灌中袋啊 但是他這個球好像不是灌中袋 好像是掉球啊 這個萬一萬一灌進了 還很麻煩呢 嗯 好看看一號球 這樣子 嘿嘿看不出來 好像有點掉到 又覺得好像四號跟五號中間 可以穿過來 哎 哎 哎 直接打啊 好像有點跳球啊 對 要跳過這個五號球 哇 漂亮啊 真的無計可思 對 我在想這個 這個他剛剛的這個安全球啊 以這種方法來做安全球啊 似乎是不大理想啊 哇 哇搞不好要被A分贏去了啊 這個這個陣容和剛剛的這個安全球 在我個人應該是不應該用灌球的方式啊 應該用保球的方式來做安全球 好拉乾一顆心回來 好來看看五號球 好 抵帶 好 好 9號球 這樣子一來 這個優勢反而跑到了這個A分這一邊 對 哎呀 選場的觀眾開始歡欣鼓舞起來了 因為現在FM Reyes有優勢了 所以在這個必須要贏兩局的情況底下呢 下一局的比賽由FM Reyes來抄刀衝球 這時候增加了這個比賽的可看性 對 好 那麼在這邊呢 也要跟所有的這個車迷朋友們呢 先說明一下子 因為呢 西班牙的這個F1大賽呢 七點鐘要開始準備進行 那麼我們也應該要在七點鐘為您帶來現場直播 不過現在的比賽呢 還沒有一個結果 所以說呢 在我們這邊 今天聖利亞洲9號球巡迴賽 台北戰的比賽一結束之後呢 馬上就會為車迷呢 將您的這個電視機的畫面呢 調整到這個F1的大賽當中 所以讓您來欣賞最精彩的這個F1大賽 在這邊要跟所有的車迷朋友們 以及關心F1的賽車朋友們 來做個說明 重要的衝球 對 好 有球進了 看看這個1號球的位置 哎呀 比賽要結束囉 教練 假如比賽在這局結束的話 那我們可不可以講說 鄭榮和其實整場比賽 你犯了一個失誤 就是剛剛那個失誤 對 那個那個安全球啊 這個這個 在我個人認為 他應該用這個 保球的方式來做安全球啊 而不是灌球 好 看看3號球 就在旁邊 關鍵是4號球 4號球 要怎麼做球 做 49組合球呢 還是做直接進代 好 底竿輕輕的打進 做中袋 從他這個3號球的角度來看的話啊 這個好像4號球要來做這個左下角底袋 好 小拉桿做4號球 左下角底袋 哎呦 哈哈哈哈 稍微輕了一點點啊 稍微輕了我們看 好像很直的樣子啊 好像很直的樣子 有沒有辦法推桿兩顆星呢 好 推桿兩顆星 彈出來 好 推桿一顆星上去 來看看這個7號做9號 好 這比賽我想啊 應該是結束了 好 拉桿兩顆星回到球台中央 哈哈哈哈哈哈 露出了笑容 好 我們看看這個角度啊 這個應該是選擇拉桿才對 拉桿兩顆星回到球台中央 很可惜啊 最失望大概就是正融合了 對 非常可惜啊 對一次 剛剛的一次安全球上的失誤 要不然的話 其實啊 今天正融合真的表現的真的是可圈可點 嗯 9號球打進 Evan Reyes還是保持了 他在勝利亞洲9號球群會賽當中的 一貫性的傳統 只要打進冠軍決賽 Evan Reyes就會拿到冠軍 正融合今天很有機會 能夠破除這一項傳統 但是呢 這個紀錄還是被Evan Reyes 可以維持下來了 那麼在這場比賽當中呢 我們看到呢 Evan Reyes最後是台北戰的冠軍 各位觀眾朋友們 請您呢 在廣告之後繼續來收看的 就是我們的 F1西班牙大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訂閱 訂閱 按讚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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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